第七百七十三节 1976年4月26日星期一 晚上9点28分 那么你们把性别的标签贴在知性与感性上 因此在你们看来 它们是相反的 你们试图把精神与感情的特征 在性之间分割 强迫形成一种样板式的行为 再次的 据直觉性或某种艺术性天分的男人 常因而自认为同性恋者 不论她是或不是 因为她情感或精神的特征 似乎更适合女性而非男性 具有那些超过那些被认为是女性兴趣的女人 也常处于同样的情形 可是由于知性与情感被如此分开的考虑 因此表现直觉能力的尝试 常常变成不合理的行为 在某些圈子里 否认知性能力而支持情感 情绪或直觉的行为或直觉的行动 变成实心的事 于是知性的关切变成了嫌犯 而求助于理智被认为是件糗事 相反的 知性和直觉的行为 当然应该是很美地混合在一起的 以同样方式 你们会企图强使爱表现出至于纯粹的 或非此不可的性取向 同性之间 一个亲爱的爱福或亲吻 通常不被认为适当 这禁忌包括大部分和人体有关系的触觉 触摸被认为是如此 基本是性的 以致别人对你身体任何部位最无害的触摸 都被认为有潜在的危险 一方面你们在用到性这术语时 又太特定化 但另一方面 你们感到 如果让任意一种亲爱发生的话 它必然自然地导向性的表现 你们的信念 使得这可能发生的性的事件 显得像是一件事实经验 这也强势你们非常小心地 守护你们的情感生活 结果是 除非任何爱的表示 都能合法地找到性的表现 否则就会受到某种程度的抑制 在许多例子 爱的本身似乎是错的 因为它必然暗示了性的表现 而此种表现当时是不可能的或不移的 有些人对爱 奉献或忠心有很大的余地 而会自然而然地 与许多不同的方式寻求表现 经由坚强的 持久的友谊 为他们所相信的主意献身 透过能帮助他人的实业等 他们也许并不特别是性取向的 这并不必指他们在压抑他们的性 要他们相信 他们必须在年轻时常常性交 或设下他们性经验的正常标准 那是病态而可笑的 事实上 西方社会企图强把爱与奉献的表现 全部逼向性活动 否则就全盘予以禁止 性的旅行被认为是运用人的情感的 伟大潜能的安全方法 当在你们看来社会变得淫乱时 它在许多方面 其实是最被压抑与抑制的 这抑制除了性的自由外 其他的选择都被否定了 爱与奉献的伟大力量 被从由工作而表现 个人创造力的区域抽回 从经由政府或法律的表现抽回 爱与奉献经由有意义的 私人关系的表现被否定 而被迫进入透过性来表现的窄像 于是的确变成无意义了 有些为平权努力的妇女会说 由于压制了妇女的能力 人类只用到了一半的潜能 可是广义地说 当身份被认定主要是性取向的问题时 每个人都受害 一般而言 是有一个特定的生物性的大致性取向 但精神性与情感性的人类特征 根本不是按照性来分配的 此种认同 把个人切成两半 因此每个人只用到了自己的一半潜能 这在你们所有的文化活动上 都造成了一个分裂 在另一方面 你们许多人被教育 性的表现是错的 邪恶的或可耻的 人家也告诉你们 如果你不表现你的性 你就表现不出自然的压抑 更有进者 你被引导去认为 你首先必须强迫自己去喜欢这 暧昧不明的性的天性 好女人不享受性 这老观念可没消失 然而女人受到的教导是 爱的自然表现 轻松的爱福是不合宜的 除非立即随之贯彻到性的高潮 男人被教导按照性的驱策力机器斩获 去计算他们的价值 他被教导去抑制爱的表现 视之为一个弱点 却又尽可能多的做爱 在这样一个性的气候里 难怪你们变得困惑不明 当男孩子被教导要单单的 与父亲形象认同 而女孩子要与母亲形象认同之时 性的分裂就开始了 在此 你们不知不觉的把罪恶感 编织入了成长的过程 不论哪一性别的孩子 都会十分自然的与父母两者认同 任何强制性的 单单的指引着孩子 去做这样一种单独的认同 是非常局限人的 在此种情况下 只要这样一个孩子 对另一方父或母 感到自然的联系 罪恶感立即开始生气 在你们社会里 因为某些特征 被认为独属男性或女性 所以这些自然的倾向越强 这孩子就越被指导去忽略他们 孩子也被怂恿去忽略 去否定人格的那些部分 那是和他被教导 他不能认同的性别有关的 那么 这种把人格挤进一个性别母子里的情形 开始得很早 持续不断的罪恶感被发动出来 因为孩子无误地知道 他自己的实相超越这种简单的取向 一个孩子越被有力地强惯 这样一个认为的认同 他所感到内在的叛逆就越大 欠缺一个合适的父或母的形象 教的孩子比害的要多 灵性以其伟大的禀赋 总是感到受挫 而企图采取对抗的方法 可是你们的学校更进一步地继续这过程 因此好奇心与学习的区域 为男孩和女孩分开了 在男孩之内 他的确代表了他人格中的 没被表现的一部分 不是因为任何精神或情感的特征 自然地胜过另一些 而是由于认为的专门化 这同样也适用于女人中的男性 再次的 你们适应着你们对意识本质的概念 而接受了人性的这种版本 那些概念在变 而当它们在变时 人们必须接受它真实的人性 当这发生了 你的了解将容许你密件世代以来 你们认知的神奇的实相本质 你们将不再需要 给他们穿上有限的性的伪装 你们的宗教观念 以及与他们连接在一起的想象 将有相当的改变 宗教和政府有一个不自在的联盟 男人治理两者 他们仍是 然而那些带头的宗教 组织至少他们的直觉基础 他们常试图借由政府领袖 总用以压制与利用情感的同样方法 来操纵宗教的下层结构 异教被认为是女性的与颠覆性的 因为对于宗教热情可被接受的表现 而建立的构建而言 异教具有将至破坏的卑邪性 在教会里的女性成分 总被认作是嫌犯 而在早期的基督教 有些人唯恐童真女变成了女神 有些唯幸存的基督教的分支 在其中就是如此 在宗教与政府间的平行发展 永远反映意识的情况及其目的 异教的作为 给了信认同及表现远教多的余地 一直到16世纪都还存在 而所谓的玄秘的地下异教的教旨 则试图鼓励个人的直觉的发展 不过人格任何真正的灵性发展 一定会导致对灵性本质的一个了解 而灵性本质对任何基本的 信认同混淆而言 都是太过广大了 转世观念的本身 清楚显示了性取向的改变 也显示了一个与它的性取向 不同的自己的存在 从令这个自己 也是以一既定的性别姿态来表现实 到一个相当的程度 性的信念要为阻塞了的 转世的知觉负责 转世的回忆 必然会是你认识到 最难以与你当前的性角色相关的经验 那些不同性的存在 是无意识地呈现给灵性的 它们是你人格的一部分 因此 在如此特定的与你的性别认同时 对于那些可能限制或打破那认同的回忆 你也加以意志了 在以前的世代里 教会试图把爱与奉献的表现 从性方面分离出来的努力 要胜于他对神父的性本质 以及性表现的约束 例如在中世纪 高比率的神父有私生子 这些被认为是软弱的 多余的肉体产品 够坏了 但想想人类的堕落状态 就成了可以了解的时身 只要一个神父的爱与奉献 仍旧属于教会 而未浪置在这种后代的母亲身上 这种情况若不被默许 也可以被忽视 修女被置于悲屈的地位 修女院却也成了许多女人的庇护所 她们即使在那种情况下 仍想办法自我教育 为数不少的修女 当然怀着那些神父的种而生下孩子 这些孩子有时在修道院和修女院里做用仆 不过 在各个不同的修女院里 修女有很多次的反叛 因为这些女人发现 虽在隔离的环境里 她们也运作得颇有效率 她们开始对教会的整体架构 及她们在其中的地位置疑 有些集体离去 而形成她们自己的小区 尤其是在法国和西班牙 然而 教会从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 来对付她的妇女 或对付她信仰中的直觉成分 每次当另一个童贞妇女 圣母的神灵出现在世界上的某一角落时 她对女神的恐怖之心又重新浮现 也有些女人被认作是僧人 好些年过着一室独居的日子 没有作品数上她们的名字 因为她们用男性的名字 不必说 在这种环境里 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的关系 盛行了起来 只要这关系本质上是性的 教会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唯有爱与奉献被倒离了教会 才有真正的忧虑 于是 知性和情感变得更分开了 这当然结果变成对教条的过分强调 规则和仪式必须多采多字而华贵 因为它将是心理创造性的一个 可被容许的出路 教会相信性检验属于较低的 或动物的本能 同样 通常的人类的爱也是 在另一方面 教会又相信精神性的爱与奉献 不可被性的表现所污染 因而 任何正常的身后关系 都会威胁到虔诚的表现